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熊塚 之前有開過日本公仔大開箱 今天要來開美漫的 也就是我們漫威十週年的傳奇紀念公仔 好的 各位 那這個漫威十週年紀念公仔 厲害在於它的收藏價值 首先第一點 它是十週年推出的紀念公仔 光是這一個 就頗有一種話題性 收藏性 接下來第二點 如果你把這個系列每一隻你都收藏到的話 會發生一個非常奇妙的事情 我來展現給你們看一下 首先呢 我先隨便拿一盒來舉例 它的旁邊會寫 有看到嗎 Legends 5 代表說呢 它是這個傳奇系列公仔裡面的第五個 所以呢 如果我們依照這個順序來排列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好了 我已經完成了喔 你們現在已經看不出來對不對 因為呢 謎底 在另外一邊 看到嗎 如果呢 你把第一盒 收集到第十盒的話 就會發現它旁邊的圖案呢 會串在一起喔 這個大圖呢 就非常的有噱頭囉 好 從這邊呢 你就可以看到啊 首先是鋼鐵人的起源嘛 對不對 接下來是美國隊長 復仇者聯盟 鋼鐵人 索爾 星際義工隊喔 復仇者聯盟 蟻人 美國隊長 復仇者聯盟 它其實呢 是有按照它電影的順序下去排列的喔 構成這樣一幅圖 很漂亮 我覺得蠻厲害的 好 那我們就來一一的介紹一下它這一次的角色 好 你想要成為一號呢 勢必 你必須要是這個漫威宇宙呢 最重要的那一個 就是我們的 東尼史塔克 鋼鐵人 好 它被困在那個洞穴裡面的時候呢 用自己的技術做出第一套鋼鐵人的套裝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不負眾望的它就成為了一號 這一次十周年的一號 看一下盒裝的部分有沒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這一邊會寫說這個角色的一些故事大綱 然後呢 會有一個 Legends 1 Iron Man 2008 翻到背面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次的演員 還有它這一次第一次做的鎧甲 還有電影的海報 其實呢 因為它是紀念公仔嘛 所以喔 它對於歷史的考察會比較認真一點喔 附在這個盒裝上 以往呢 比如說我買這個蟻人好了 這個Hot Toys 它就不管你什麼歷史什麼的 它主要呢 在於它角色的精緻度 那這個呢 紀念公仔 紀念公仔嘛 一定要把它的史詩啊 全部記載在它的盒裝上 好 那因為這一次呢 欸 公仔有很多喔 我就不一一把玩了啦 我會挑幾個比較重要的 拿出來展示給你們看 因為其實大同小異 我們呢 先把整套的角色 run一遍 接下來呢 我會挑幾個 比較重要 經典 有特殊代表的 再出來展示給你們看一下喔 好 1號接下來 美國隊長裡面的紅骷髏喔 欸 這個就比較訝異了喔 然後呢 依然有它的 美國隊長的海報 2011年喔 Captain America The First Avenger 3號 鋼鐵人 復仇者聯盟 Iron Man 3 裡面呢 有滿大人 小辣椒 XX2 這些角色呢 出在2013的 Iron Man 3 第五盒 雷神索爾 有我們的索爾還有西服 這部電影呢 是2013年的 Soul The Dark War 6號 羅南 這是出在星際異攻隊裡面的 喔 7號就很大一盒了 好 7號呢 也是算份量蠻重的 然後價格也蠻重的齁 7號呢 是出在2015年的 Avengers Age of Ultron 那出現的就是我們的 浩克還有浩克破壞者 電影海報在這邊 哇 欸 這盒好重喔 這盒等一下勢必一定要開箱給你們看一下 很有分量 第八個 蟻人 可以看到呢 裡面有蟻人 還有我們的 黃蜂戰士 Yellow Jacket 出在2015年的 好 第九 美國隊長 2016年 Captain America Sivian War 出現的是那個 十字骨 還有我們的美國隊長 好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盒 也是呢 這記憶可能你們會蠻深刻的 就是我們的無限之戰齁 好啦 這就是 Avengers Infinity War 2018年的齁 這裡面呢有薩諾斯 鋼鐵人 還有奇異博士 海報在這邊 好 接下來呢 我會挑出裡面比較經典 可動關節可能比較多一點啊 或者說角色設計比較特殊的齁 展示給你們看一下 首先一定要看的就是這一個 浩克破壞者還有浩克齁 它是第七盒 Legend 7 怎麼突然就變地板動作了 哈哈哈哈 喔 好有份量喔 這個我就尷尬了耶 如果你們這十盒 沒辦法一次全部收集完的話 我會建議喔 直接就買這一個了啦 這個破壞者真的是很有份量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浩克破壞者 首先呢 頭 它的頭是可以這樣左看右看的 畢竟呢 它的頭就是一個球形關節啦 所以就可以這樣的變化 手的部分 嗯 360度都沒問題 關節的部分 這邊是做一個有刻度的 所以呢 你可以固定在某個特定角度 然後手掌的部分呢 整個拳頭 基本上它因為受限於這個 這個護甲 所以它可以 做這樣子 就兩個階段而已 上半身的話呢 它的 咒甲這個地方嗎 跟它的胸甲這裡喔 中間是這樣子可動的 但是呢 也僅限於這樣子而已喔 你沒辦法去扳它 或是怎樣的 它就是做一個有彈簧的 這樣角色看起來更生動 像這樣 然後 就是大腿骨的部分 然後膝蓋 可以露出來 沒問題 腳掌 喔腳掌的話也可以做到這樣子 所以整體它就可以 金雞獨立起來 主要的是我是覺得 這隻很有份量啦 所以呢 它這次的紀念公仔 主打的並不是說 它的精緻度要有多細緻 可動要有多多 它並不是主打這個 主打的就是你每一個 在電影裡面看到的角色呢 挑一個最經典的出來喔 哇 那當然浩克的本體 也是要拿出來看一下啦 如果說臉部細節的話呢 可能 就我之前開箱 Hot Toys的比較來講 會遜了一點喔 略遜一點 不過它這個價格 跟這個角色的 誒 誠意度來講 我覺得算蠻足夠的 好 它這個是原廠官方擺的姿勢啦 我們可以改變一下 它這個手臂 可以這樣子 手肘 可以這樣子 就做的是要揍下去的感覺 然後呢 上半身 依然是跟剛剛那個 鋼鐵人一樣 它就是可以做這樣 呼 有沒有 這種感覺 從胸部這邊分開來的 好 大腿 可以這樣子 膝蓋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開這一盒喔 三個願望一事滿足啦 好不好 裡面有奇異博士 鋼鐵 還有薩諾斯 這一次呢 就有福江說明書了 主要在於鋼鐵人的 發光 如果呢 你們收集了很多Hot Toys啊 或是一些比較精緻的 公仔模型 可能會 稍微的失望了一點喔 畢竟它這個系列 可能就沒有那麼講究在細節上了 好 背部這邊有一個開關 我們把它開起來之後 按一下這個肚子附近這一顆 大致上就是這種感覺啦 接下來就是它的 這些小細節的部分 我們來裝一下這個 好 手部多了這個 配件上去之後呢 就代表說它在 飛行 或是準備要起飛 或是降落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來展現 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想講的是這個 奇異博士 喔 奇異博士就蠻酷的 好 登場 奇異博士 它胸口這一顆呢 它就是無限寶石喔 可以看到它正在一個項鍊這邊 晃來晃去 披風 雖然是塑膠的 這是塑膠的 並不是布 OK 披風可以脫掉嗎 喔 是可以的喔 是可以的喔 它披風呢是可以 單獨的拿下來的 畢竟呢 披風在這個系裡面 3不50就會來擋架 有沒有 3不50就會來護架 護架這樣子 飛來飛去 護架 接下來呢 我就要換它手上的這個 招式 多了一招 多了一招 喔 擋 擋 多了一招 接下來呢就是我們大魔王 我們的薩諾斯 有夠生氣的 喔 它臉有夠生氣的 超生氣的啦 好 這是無限手套 那基本上呢 主要可動呢 也是跟我剛剛講 那幾隻沒有什麼差別 都大同小異 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角色的變化而已啦 好 那影片的最後呢 一樣是回饋觀眾一下啦 我特別呢 在跟之前的 娃娃機的老闆 在借了那一台 這個呢 網路上販售的價格 我剛剛查一下喔 是799 那為了要回饋觀眾嘛 我就保夾500喔 就是你不管有沒有夾到 反正500就一定是你的 這三盒 小盒的 三盒小盒的 我就放在娃娃機 給你們去試試手氣 反正再怎樣都不虧嘛 是不是 一樣是夾到完 這個活動就結束了 接下來呢 就是 這種中和的喔 兩人的 價錢是落在 1999 網路上的價格 這個 我一樣會放在英雄本部 主要呢 我買來開箱的東西 都是要展現給你們看 讓你們知道呢 這大概是什麼樣的商品 房間真的快爆炸了 我真的沒有地方再放這種東西了 所以網路上賣2000 對砍啦 好不好 就對砍了 1000塊 好 接下來是剛剛提到的浩克 網路上賣2799 那一樣砍對半啦 這邊就賣1400 比較恐怖的喔 我剛剛不是有開一個 三人組的 這個 網路上的售價是 4599 這個就2000塊 2000塊就好了 然後這個滿大人 可能 可能會比較少人想要啦 這個也1000塊就好了啦 東西真的太多了 你們可能沒有概念 我的房間是什麼樣的狀況 基本上呢 我如果出去取材啊 我看到覺得好像可以開箱 跟你們分享 我就先買回來放著 漸漸的越買越多越沒越多 加上呢 觀眾寄給我的東西呢 我是絕對不可能把它賣掉的 漸漸的 欸 我的房間已經快滿了 工作室也快滿了 所以呢 我覺得把我之前開箱過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用 五、六折 把它賣掉 所以呢 英雄本舖呢 近期也有上架的一些東西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雖然單價看起來有點高 不過實際上呢 那都已經打了快 六折了 當初也是用 蠻高的價格買的啦 所以呢就是希望你們去看一下 這三盒呢 我會放在那個娃娃機喔 一直在這邊 先搶先贏 先搶先贏啦齁 其餘的呢 都會在英雄本舖上架 包括之前開箱的一些東西 好了各位 那我們就有老樣子影片 不期待你們 最新的影片 就跟你們好笑 唷